造诣很深 讲解佛法精道深刻 摩羯托国的信众 对他崇拜如佛 发现慕名来到巴连府的大城寺 正是在罗沃斯婆弥的帮助下 他终于完成自己六年来的夙愿 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经书律法 公元405年到407年这三年间 发现一直居住在巴连府的大城寺 一边学习范语 一边潜心抄经 他抄写的经律有摩赫僧底律 萨婆多众律 另有大量从未流传到中途的佛经论书 在公元50世纪的印度 还没有造纸和印刷术 经券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 因此成为贝叶经 从现存的贝叶经中 我们可以看出 经文是用纤细的铁笔刻在树叶上的 如此抄写经书 不仅是对体力和耐力的极大考验 也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不过年遇古稀的发现 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辛苦和疲倦 这段日子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发现历尽千难万险 终于在佛祖的土地上 沐浴着佛法的光辉 如即四刻地吸收着经历中无限的知识 对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说 这就是最理想的修行 最幸福的生活 伴随着恒河的日升日落 发现的学业日益精进 而绿藏经书也已全部抄写完毕 看着眼前这些经书典籍 发现直到自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因为中途的僧众们 急切地需要这些滤脏佛法 来整顿次序以一阵刚长 不过此时 发现唯一的同伴道政 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中途众僧戒律残缺不全 死地沙门戒法严正 唯一庄严客观 我永远不想再回去了 老师 请你也别回中途了 人各有志 发现正是为中途僧人 求取戒律而来 若不将子律传回故国 我中途佛法将如何发扬广大 尽管发现也十分留恋这片土地 但他始终不忘来到这里的初衷 疑心想着将戒律传回故国 于是发现打算独自踏上归土 这一年 发现整整七十岁 然而 要回归万里之外的祖国 对一个古西老人来说 谈何容易 十年前的西行之路上 又僧众随行 穿越了重重天险 才九死一生来到佛国 而如今 这个携带着大量精卷的老人 没有了同伴的陪同 只剩一人 该怎样才能顺利返回故土呢 发现前方的路又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救护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陀佛来这个世间救度众生是不容易的 这个世间乃至事先出家修道成道 都是不容易的 开口讲法了 为人间讲 为天 为三恶道 为每一道众生讲法都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说越殊胜的法就越不容易 因为我们人天秤呢 你还能够好像听得懂 小秤里面他也讲这个布什的功能 当你布什的时候那种心情的愉悦你可以感受得到 当大乘这个布什波罗蜜的时候那就不容易了 除了你有布什的这个这种高贵的行为 他还要具足宝贵的空性见 具有三轮体空 我师父也跟我讲过 他说你要学念佛啊 你想学净土中你要找一个念佛成就的 你要参残 你就要找一个参残成就的三知识 我师父所讲的叫过来人 有证的人 欲知山上路 虚问过来人 当师父真心地跟弟子讲任何一句话的时候 这句话的内涵 他的功德力就深植于弟子的世界里面 心灵世界里 他就深植于我们修行这个菩提道的大道上 我们来藏里面有善和不善分 对于如来藏的善是不可思议的 对如来藏里面的不善分 也是不可思议的 想了解如来藏的功德 佛的这个功德分 我们凡夫不可能了解 我们凡夫甚至不知道 我们的如来藏是怎么被染污的 遮障的 我们的烦恼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依赖善知识 要了解如来藏是什么 甚至也要依善知识了解我们如来藏 是因为什么被遮障的 怎么被烦恼遮障的 这就是一个菩萨为什么要讲经说法 为什么要摄受众生的缘故 他要不摄受你一万劫之后 你就自然的 你就明白大乘本性了吗 如果我们去学习 那我们就属于这个 启动了 启步了这一万劫了 我们不要说 这个一万劫能生起一个大乘信心了 如果就说究竟的成佛 或者是就是我们挣得 小乘的圣果 或者是一个大乘的圣果 你说一定要多长时间吗 时间这里不是唯一参数 如果没有诸善因缘 没有诸佛菩萨的摄受我们 我们到现在无量节照样可以轮回 再轮回无量节有可能 但是佛菩萨来救度我们 我们又能够配合 那有可能就不需要无量节轮回了 就可以把轮回结束 有可能就会能产生出小乘的火味来 也有可能产生大乘的火味出来 我们来舞台山坐在这里 就是为了修改那个定数 修改那个定数把它变成不一定 你不一定永远轮回 你不一定要过多少节才能够挣小乘果 你不一定过多少节才能挣大乘果 但是首先我们要以上要明白 你要明白那你就在这里 就会很有一种乐趣 义乐欢喜性 大乘的这个智慧国 大乘的信 它不是一处而就的 你说大乘见 它不是一下子就能献钱的 在这个起信的这个位置上 刚走的时候很难的 但是你坚持不懈地这样走 走走走走 就你所有菩萨的足迹 所有菩萨的功德 这个时候开始显现了 这时候显现的时候 哪个不得了啊 所以你为什么会起信 是因为有菩萨来到你生命 带你 带你你就上了这个车 你也会老怀疑 老怀疑 就觉得抓也抓不到 扣一扣不到 看也看不到 摸一摸不到 对啊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功能 就比如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是坐在大乘功德里 但是我们未必显现出小乘的受用 所以说虽然坐在这个大乘理 但是我们小乘的要学 小乘的戒律 小乘的定 小乘的思维观照 但是就是你受得到小乘的受用了 哎佛陀也来啊 不要停着啊 继续发大乘心 他说你小乘受用从哪里来 他说我化乘呢 因为你坐在这个大乘的体性里啊 所以我这么多年了 着急点也是这个 一边遥遥无期 不可琢磨 那另外小乘的那个 就现成的在那 哎小乘的寂灭的乐 就在那 那你怎么样子 把小乘的寂灭乐 能够用它来献身给 为众生 祝师三宝 去佛会灭 普渡众生 这个都是放弃了小乘寂灭乐的 这种受用 去无我奉献的 无我奉献 马上有个什么结果吗 没有的 我原来大乘国不是什么医生的人 他要广集资料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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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才发出来 我们现在不管你觉悟不觉悟 你是凡夫 现在我们是不是在佛的大乘的这个怀抱里啊 在大乘怀抱里你要不要学修处理心啊 处理心 艳离心只是只是小乘的阴啊 还要禁区再往上 因为你的见地还没有到究竟见地啊 你没有到究竟见地的时候 那是危险的呀 为什么我们要学天台中的藏通别远 你就在藏教里面 三界顿根众生 这里面就有处理了 就有出三界的圣果了 但是你停止在藏教里面 可以吗 是不行的 你如果整停了在藏教里面 通别的见你都达不到啊 现实生活中就会发生这种事 他由于不了解通别 或者是圆教的这个见地 自信满满的 他会诽谤的 不是很可悲吗 所以佛教里有一句话说 这个见 它产生的功德也是大的 它的危害也是大的 它的危害有时候超过破戒的 破戒的这种危害 远远要大于破戒的 所以在我们六合里 最重要的就是见要合 那见怎么合呢 那明明我们不一样的那个见 怎么办 这个就是我们要有意志 那你就看任何人 你就不能看他的凡夫相 你要从大寸里证悟到的 那个空性 那个佛性 如果你有这个金刚称的剑 如果你想修这个 你就要看一切众生 就要看佛性 看一切众生的佛性 去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哪怕缩破世界 但是这个缩破世界 你要看他的法性是清净的 所以这个法性跟极乐世界是 无二无别的 凡夫的佛性跟诸佛是无二无别的 这个真正的不二法门 空性现前了 那人无我 这种智慧 这就相应于小春的果味 如果以此为因的话 真上丰富 福德再多一点的话 大寸的空性就会现前 在五台山我们听经文法 念佛大众 这个功德力在这缩破世界 这三宝力量啊 这就是迅速的能够把我们的这个 如来藏能显发的方法 显发如来藏最重要的就是众生心 当我们超度利益众生的时候 最快速的积累大乘质量的方法 这样的质量到 你行多多慢慢慢慢 自己的这个证悟的这个 这个如来藏就开始越来越显化 大乘体性就会出 我们能在这里住个五年 住个十年 你就能基本上 对于文殊菩萨的空性的呀 所以就会有一点感觉了 我们的三规体 五界听经文法形成的智慧体 三无漏的体 这个才是不生不灭 若火不焚 入水不腻 大山不能遮挡 所以我们佛弟子啊 叫身穷到不穷 真正的要有这种自信 好好的修 修的以后有朝一日 你能够思想你能够救这个世界 你储存的道德的力量能救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一切的罪恶就是从我知 就是从烦恼里产生的 所以学好佛 不是说好像是一种 精神的娱乐 心灵的按摩 首先你具有处理负能量的能力 你能帮助别人老祖先解脱 虽然很多众生是无知的 是贪嗔痴的 他的所有一切的罪 他的业里面 还有一个因为他不知道 再无作恶事 再一次轮回 再一次三恶道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很根本的 一个除了他有佛性 还有一个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光明 要有这个智慧去点燃他的生命之灯 要让他知道 为什么我们每天在累 晚上还要这样啰嗦聊呢 因为也是这样的呀 不聊你怎么知道呢 把我们的习气能够有点自知啊 然后方向有点聊明啊 甚至你趋向什么 你的意乐从哪升起 都要靠这样聊的 在这里我们如果界定会功德 慢慢的起来了 自己修行也有点把握了 思想也准确了 出言也不错了 身口意都不会偏离与道了 这时候 你就是这个火焰 这个轮回的火宅 你就是救援者 你是逆行者 我们寺院这么多年来 也就从18年 开始从外在的 面对这个社会大众的 介绍传统文化的 然后现在呢 着重回到我们寺院 我们 身材的培养 我们寺院 四众弟子的 文化修养的提升 我们怎么样把 现前的我们的生团 我们的四众弟子 学习好培养好 虽然我这不是佛学院 但是我们要学院化的丛领 修学一体化 所以努力的给大家营造 建立一种文修的这样一种氛围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是可以出三界的 这个出三界的学问在这个世界上太少了 那我们出家人呢 就相当于给这个出三界的这个事业呢 我们就像赶死队一样 就像哪里的众生被困住了 然后派一个赶死队去 把这些众生给解救出来 我们是逆行者呀 这种众生要出轮回的 恰恰我们是进入这个轮回去救人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起这样一种信念来 无量节的轮回 然后这几十年里 你要长养出我出离 我令众生出离 祝此三宝 就在短短的这个时间里 要想把这么高贵的 从理论到行为 还有内心的证悟 都要把它树立起来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智者大师也是 自己评价自己一句话 叫损己利他顾 这四个字 损己利他 修得越好 损自己的能力越强 我们今天坐到这里 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 能坐到这里 诸佛菩萨加倍 师父祖师们的加倍 有的人生气 这个庙不错 我想来养老 你不要说度众生来 你首先度你自己 你自己能改变吗 不要说无量节来的罪业 就现前的 你就这个肉身 几十年的 你能改变吗 就是底线 你能管住自己 你能不扰乱他 而且把自己的生命 像一滴水一样的 融进这个大容器里 融进去的时候也是 无色 无色 无味 这样融进去 所以我们既然搭了这个平台 三宝既然在人间有这样一个存在 如果你连自我的那个你都降服不了 你别添乱 修行也是一场战争 所以觉悟之前犹如一人与万人战 觉悟之后依然是一人与万人战 但实际上在这个娑婆世界 一个善知识在这个世界往往面对的就是这个场景 前行后背接受地 四面楚歌 我师父总是这样子度过那一个一个节 虽然说那么多寺院 师父有一天还是讲到这个 他说这个瘦破世界啊 没有利罪之地啊 这个里面不是说 因无所作生其心的那个没有 这是指世俗缘起上 虽然都是师父建立的道场 但只要有人就有烦恼 只要写牌位就有因性众生 人的烦恼加因性众生 这个道场很少显现一个阳性的 包括我们的寺院 我努力的让它是一个阳的 不是一个阴的特质 我们要多大的力量 要让它变成一个养人的地方啊 那么多漏洞 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漏洞 那我们自己确实想一下 你就这身你能报恩吗 三宝扶持你的力量 无边的加持给予你 你这一辈子能把漏洞堵掉 然后最后能增长出来 你能报三宝恩吗 虽然我们是佛弟子 我们想修行 但是智慧是什么 我们要学佛很久很久 才真正的会现前智慧的 阿弥陀佛天天念 你哪一天能知道真正的 无量光无量寿是什么 你真正的知道无量光是 无量寿是什么了 智慧现前了 你才有资格 烦恼即不提 你否则烦恼就是烦恼 生死就是生死 当我们体悟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时候 你才能真的有条件跟生死谈判 我压保压在不生不灭里 你就决定胜利 我看你真的不知道 大概是空间 除了 хоть之后 那样的酸 那点混们 我两个小 learners 我也想修行 那段时间 我队心上 一段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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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